性人和劫持 性人和劫持是指一种个人的情感反应 这种反应是直接的压倒性的 并且与实际刺激不相称 因为它引发了更为严重的情感威胁 这个术语是由丹尼尔高尔曼 丹尼尔高尔曼 在其1996年出版的《情感智力》 为什么它比智商更重要中创造的 性人和是我们大脑边缘系统的一部分 位于海马体的末端 海马体主要负责记忆和存储 而性人和主要负责产生情绪 识别情绪和调节情绪 性人和管理着我们的情绪 性人和劫持就是被情绪左右或者绑架了 当性人和性人和被劫持 我们的情绪就会失控 这时应该想到圣经里不发怒的教导 应该想到宽带别人 言于律己 有同情心 有同理心 应该想到退一步 海阔天空 忍一时风平浪静 应该想到 富兰克林告诉我们 接受不公平 应该想到 神是主持生命的 原谅别人 是神所喜悦的